HELLO, 何大米講這些, 現在是2020年的3月23號 今天想總結幾件事 第一, 香港已經對全世界發出了紅色旅遊警告 這個事務傳例 既然是紅色旅遊警告, 即是如果你現在才買旅行保險和機票 萬一你去的地方, 忽然間變了黑色 原本因為黑色旅遊警告, 你可以提早回來 所有的改機票錢, 保險公司可以理賠 現在就不行了, 因為已經全世界紅了 所以這一部分已經失效了 不過這樣, 如果你之前已經買了 或者是你去的地方, 不是因為黑色 而是因為其他原因, 導致你需要理賠的話 保險範圍是沒有變的 當然了, 你說如果航空公司騙你 航空公司不讓你飛回來 或者是一個月後才讓你飛 你現在買一張四萬元的機票 問你有沒有賠的話 那這個真的沒辦法了 那你要找你航空公司陪了 所以說, 其實打算去旅行去玩 一兩個月, 或者去工作假期 分分鐘賺到錢 現在這樣搞到要無緣無故花幾萬元才飛回來 有些好像花十萬八萬才飛回來 真是哭得一句句 全世界都哭了 第二部分是講有關投資 你看到今天又跌成千點了 香港股市 現在少過一千點 都不是新聞來的 所以買個股票大家都會哭 波幅很大 你要搞清楚 現在不是升或者跌的結果那麼簡單 而是波幅比正常大 有一樣東西叫做VRX指數 其實是統計上面的標準不差 每次如果你的股票的幅度大 那VRX指數就會升 代表那段時間的風險很大 風險沒有說上還是下 沒有人知道你是買還是買的 所以上同下本身都是一個風險 只要它的幅度大 它就會形成風險指數增加 一般風險指數就徘徊 正常來說是二十多 換句話說 你現代的風險在股票市場 大概每年是二十百分左右 如果是去到 金融危機那些 通常是去到八九十 那現在就是八九十 在美國來說 比如說普爾的VRX期貨 VRX也有期貨 就去到八十二點 八十二點都頗高 而且最大的問題 不單止只是四月份去到八十二點 五、六、七、八月份 都預計是高的 期貨仍然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這段時間的波幅 你會見到是非常之大 每個月二十百分 不是說今個月升二十百分 下個月一定會跌回二十百分 或者今個月跌二十百分 上個月下個月會跌回二十百分 可能連續四個月都跌二十百分 你想過 所以這個風險這麼大 大家如果不是很熟行 其實大部分都不熟行 不如像我之前所說 你的風險的級數降低 你買一隻股票 麻煩你多買幾隻 起碼 這個叫降一級 或者我買股票 不是債券 可能兩樣都要買 甚至乎現在怕起來 不如拿現金 拿現金都要看哪一隻 美元就OK的 日圓都有些風險 因為日圓是對港幣本身有波幅 所以有這麼多風險 有人說 不如買美元 傻的嗎 我港幣買什麼美元 你可以買美匯指數 如果買了一些投資商年產品 其實可以做買賣 當然 轉換投資選項 轉換投資選項 一般都不會收稅手續費 我們買的都是不會收稅手續費 不會收稅手續費 但是是否完全沒有成本 就要這樣看 會有一個叫做買賣差價 要看清楚會不會有買賣差價 你買出去的時候 是對方買 你就用買入 即是那個叫做買入價 那你要買出去 理論上拿一塊錢之後 那個錢就不買一些東西 你去買 就是使用對方的賣出價 如果是買股票 或者其他市場的證券 一定有少少價差 那你要承受這件事 但是如果是我們那些基金 的價差應該是沒有的 這件事大家可以放心 不過疫情不是想像中 那麼厲害會引致世界末日 現在全世界財經市場 黃金、油、股票 全世界都爆炸 然後一些獨裁者都出來 不是獨裁的 是想獨裁的 很流行的 因為假裝打仗 大家好像在預演一場世界大戰 希望盡快立多你的權之旅 這些新聞都有寫的 這些情況下 其實我看不只是一個疫情那麼簡單 它可能醞釀了很久 特別是你想想 聯儲局的減息 在三月初已經開始了 而三月初的減息 跟任何疫情的發展 即是重大的步驟都沒有關係 又不是說封城之後忽然間 又不是說它第一宗 去到美國有人死之類 沒有關係的 三月二十六號 聯儲局就說了 三月二十六號所有銀行 那個準備金率 大陸普說降準的 降準的 降準是多少 1%?2%? 12%降到10%? 很厲害 他降到零 聯儲局短期 當然 銀行可以無限地借錢 即是說銀行本身都是一個印鈔機 再說一次 除了銀行本身是印鈔機之外 聯儲局也容許美國銀行的頭寸 即是他們向聯儲局的貼片槍 貼片槍理論上最多一天兩天 你拿著聯儲局美國政府的債券 可以按照貼片 最長還款期90天 真是史無前例 90天是一季 這些措施在三月的季尾完結前 推出 是三月頭開始 告訴大家 跟疫情已經沒有關係 我懷疑和第一季的季結 第一季 四月一日之前 大家都知道四月一日是甚麼事 很多西方國家四月一日做了連結 甚麼事呢?四月一日沒有人知道 是這樣的 我們不會知道我們是平民 我覺得現在聯儲局和環球 特別是英美加歐洲 可能還有澳洲 日本 紐西蘭 挪威 不知為何 不然 摸頭摸頸 很熟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覺得他們是在拍電影 拍甚麼呢? MIB 黑超特警隊 他們好像知道外星人會來襲地球 我不知道是否 不過有些事情 我們未必知道是正常的 不是甚麼叫做有權的知情人士 我建議大家的投資當然要審慎些 甚至現金都要小心點找貨幣 要適合那種貨幣才能擺 如果要買東西 如果身家超過十萬元美金 其實你都要找地方擺 你只擺在籠底也不是辦法 一樣有風險 其實你買我們的分紅產品 普遍來說 是挺穩固的 特別是一個長時間 你知道本公司 通常投資都幾十年 有甚麼事幹幾十年 甚麼冤仇都化解了 你現在想想 回頭五十年 發生甚麼事? 五十年過去了 甚麼事都沒有 最有趣是甚麼呢? 就是regulacers 那些監管機構 通常是在這些大上大陸的股市 經濟環境出醜 八十年之後 就做了一個circuitbreaker 已經知道其實是錯的 要招呼各方面的意見 又有政客又成這樣 circuitbreaker 上次解釋過 其實是不會影響買賣的需求 或者是心理 只是阿尼平衡當時市場的一些不穩定 和交收的風險 其實這些電腦這麼猖狂 現在甚麼都可以 沒有需要circuitbreaker 但是呢 做了出來就 不可以沒有 類似最低公司那些都是的 做了出來 你不可以取消它 很難的 銷售稅也是 做了出來你不可以取消它 當時你做了就做了 然後英國又說不准你沽空 但是沽空對市有甚麼影響呢 沽空對市是沒有影響的 真的大佬 你不要只想著 聽見這個名字 沽空好像多了些人出來沽 嘩 多人沽 有個知名的股評人 經常說多人沽 所以市場就下跌了 小人沽就升了 多人買小人沽 這個世界有什麼叫做 多人買小人買 其實是沒有的 香港沒有market maker 即是大家叫價 沒有一個叫做莊家制 有人買自然有人賣 你要賣的話 一定要有人賣 你才能賣到 那何來是賣家多於買家呢 你買一萬股 難道有人只想買四千股嗎 那你能吃到一萬股嗎 不吃不到 香港的股票是沒有market maker 所以禁止沽空是沒有效的 為甚麼呢 很簡單說 沽一定要沽 有人要沽股票 兩個情況你選擇 一個情況就是 那個人沽完之後收錢 另一個情況就是 那個人沽完之後要付錢 你覺得哪個情況幫到市場呢 第二個情況就是 那個股票呢 如果你想沽的話 直接賣下去就可以了 或者那個股票不可以直接賣下去 要放在那裡等別人掃上來 你才能成功 一百元一百零一元 我就放在一百零一元 你不可以放一百元 你不可以折低個價 這兩種你又覺得哪有好些呢 一種就是可以隨意折低個價 這種就叫做普通的賣股票 大戶可以透過這種方法去折低股價 但是如果你說沽空 規矩上 你所有沽空的倉 是借回來的 借回來的倉 你沽空的時候 列明了有SS兩個字 你不可以直接賣下去 你只可以等人掃 就是不會導致沽盤增加 不會影響那個價格 第二更加好笑 我拿著股票 如果我拿著股票 我看到市場不對勁 我想沽 我基本上就沒有任何的成本 我沽了下去 我就有錢收 但是沽空那個人 要承諾 沽完股票之後 要買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借的 他借了我一百萬股匯豐 沽了之後 在另一個價錢裡 他要還給我 他要買回來還給我 所以沽空其實是一個 有條件的沽售 而那個貨本身是存在的 並非虛購的 沒有貨而沽空 是刑事罪的 即是說 他借了我的貨去沽 我就沒得沽了 我沽可以賺 我沽可以叫雙手 而那個人沽 除了不可以賺 他還要付利息 因為他借了我的貨 即是他要付利息 兼且他一定要在一段時間之後 買回貨 即是說他沽完還要買回 假以時日 會有另一批買家買回來 而是跟沽空壓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說誰比較好 所以其實你如果不讓人沽空 是一個非常愚蠢的做法 而且老實說 你不讓人沽空 那誰去負責套凳的風險 這個深一點 最近星期六日 那些報紙佬有空 寫很多故事 包括例如Forn Affairs 那個外國關係 雜誌 他形容這次事件 等於當年1950年 英國面對蘇伊士運河的風險危機 當年蘇伊士運河的危機 導致英國的大不裂瘋 那些帝國瓦解 今次就說 這件事搞不得好 特朗普手上的美國帝國 不知道會不會因此又不見了 不知道是不是特朗普呢 最重要的是 究竟經濟危機在哪裏發生 其實我們還未知道 表面上好像是跟這個瘟疫有關 影響經濟、影響油價 但是其實所有的這些 經濟蕭條、經濟衰退 都是跟這個債務有關的 經濟的問題來自債務很多時候 應該是大部分時候 譬如1997年 東南亞的債務危機 2008年次案 等等都是跟債務有關的 如果今次大家都未知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看不到疫情如何影響債務 看不到 究竟是什麼事 我們要留意 哪裏有債務危機 這就是真空 這就是導致3月原住局忽然間減息 我們每天的股市大起大起 一兩千點的事情 不說太多了 用視像軟件做培訓 做了四個小時 真是頭都餵了 明天還有兩個小時慢慢享受 大家休息一下 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